好 繼續今天的專訪 非洲之旅 去到一個這麼遙遠的地方 我們很多時候都明白 當地有風土餅 所以簽證和打防疫針 都很重要很重要的 包包 可不可以跟我說一下 多久之前要打針 打什麼針 還有需要簽證 是的 要打針的 還有必須打的 一定要打的就是黃熱針 黃熱 還有還要拿到黃色的紙 因為到時你要簽證證 還有過境的時候 你要展示給它看 黃熱針就一定要打 其他的針 譬如你弱疾和傷痕的針 就看你個人的需求 你可以打可以不打 但必須打就是黃熱針 是的 我知道本市很多travel clinic 他們都有很多專業的醫生 或者藥劑師會跟你說 譬如你打算去非洲 他會推薦你打什麼針 是的 沒錯 但是之前多久會打的呢 我覺得最好一個月之前 就開始準備打這些針 因為你知道打完針 可能會有些不適的 是的 那你要適應它 那就不要搞到這麼問 是的 我就建議一個月之前 就要去打這些針 是的 早早些安排 好 說到簽證方面 是你們的旅行社幫你搞的 還是你自己要 directly去 這個肯牙的領事館 現在都很方便的了 那就做e visa 自己上網做 哦 e visa 真的要給錢 OK OK 我很多時候聽到一些 較為落後的國家 譬如坦桑尼亞那些 或者南美那些 他們要落地簽證的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 曾經聽過 要把錢放在護照片上 現在還有沒有這些情況 我不敢 我不敢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我沒有 是的 沒錯 他要我們交多少就交多少 總之順利簽證 是的 那簽證費多少錢 兩個國家都是50元美金 50元美金 是的 好的 那安排好了 打好防疫針 搞好簽證 安排 旅行社那裡都OK 其實我覺得一個旅程 非常重要 就是一年十二個月 究竟什麼時候去是最好 那旺季當然也是貴一些 那這個動物大簽證 你去非洲兩個國家 什麼時候是最好呢 是 最佳的月份就是 7月至10月 7月至10月 咦 如果不是對 planning 是啊 planning下一個都對 7月至10月是最好的旺季 可能一兩天暑假 還有那邊的雨水也不會很多 那10月之後 他們開始有多雨水 那10月之後 那最不好的日子 可能是二三月 二三月你來講 那邊的雨水就很多 那雨水多就會怎樣 那些農作物 那些草就會生養得快 那樣就他們會生得很高 那動物又有保護色 那變成如果你二三月後 你就看不到他們 所以最佳日子是7月至10月 OK 7月至10月 OK 好 那整天都說 非洲很熱的 可能是錯覺來的 整天都這樣說 加拿大很冷 其實不是一定的 看看什麼時候 那譬如你7月份去的 是嗎 你出去睡後那裡的溫度 不是7月份 我是9月份去 9月份去 就是去年去9月份 那那個溫度是怎樣的 譬如整天的上叉 其實都有十幾二十度的 噢 但是他們很舒服的 有些涼風 就是你不至於熱到出汗那些 嗯 那都是大自然的風 那你說入夜的話 譬如5、6點就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冷的 嗯 但是普遍來說都很舒服的 是的 就是總之是舒服的溫度 是的 不是每天三十幾度 都不是的 不是的 那些涼風都挺舒服的 就是可能沒有香港那些那麼偽悶那些熱 是 是的 很多時候呢 就是我們在世界 打開一張世界幾圖 就看看非洲 落後 或者是貧窮 好 我去那裡旅遊 我是不是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那裡的住宿 善食是比較差呢 但是 現在你的時代不同 你 就是爸爸你剛才說 你自己有要求 那譬如你們選住宿這樣先 是 是不是用它的價錢來決定 是煮什麼程度的住宿呢 就是住宿呢 那裡你這十七天的住宿怎樣 是 那其實呢 就要問一下自己 嗯 你想這次去這地方的目的主要是什麼 是的 那我們這次主要的目的就是看動物 是 那你說 是否酒店那裡可不可以 不要那麼要求那麼高呢 或者住宿那裡 食物那裡可以張秀一下呢 嗯 那可能這些東西你就可以張秀一下了 那主要來說 我們這次是去看動物的 那變了來說 我們的酒店不差的 是的 我們旅遊區這樣 我們就選了是2nd grad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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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酒店 我們會選一些有特色的 嗯 例如我們住的Glamping那些 Glamping 是的 那有些文化 可能又住一些茅屋 那樣 那但是裡面呢 都是好棋離的 是 都是 那些床都是很乾淨的 即是茅屋是有茅廁的 有洗手間的 有洗手間的 可以有沖廁的 有的 是有座廁的 沒有問題 這些東西都是完全 好像酒店級的 是 那只不過是它有 他們那個文化的 嗯 有一個文化的特色 即是Glamping那些 是 那其實 即是非洲 我想 我想不同的級數 那有些 你說去到 你再可以便宜一點的 會不會是真的 backpack backpack 是呀 住一些廳 就簡陋一點的廳 食用可能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多選擇 是 那可能有些年輕人 可能會選一樣 沒錯 比較budget一點 那如果去到很貴 那又可以是 即是怎樣 可能他們有 四季節那些 那一樣 那可能食用 可能食泡妃 這樣 那看你想要些什麼 是 我想 即是你一提及 這個動物大牽液 我真的想像中 就是我起床 在那個 櫃檯那裡拆牙 那隻長頸 會看一條頸 進來和你四鞋 會不會這樣 是 是 有機會的 有機會 所以去到酒店 他們的保安都很嚴格 是24小時的 總之你不可以 你在你家 你的廳 或者你的 你不可以出去 你一出去 就有個街 陪同你出去 例如你去餐廳那邊 他就會帶著你 陪同你一起出去 是 那他不會讓你自己到處走 為什麼 因為這些動物 會來找你 他沒有難過 那些動物是可以進來的 哦 這樣 所以他們24小時有個街 你要出去的話 他會陪你出去 這樣 他們知道那些動物的特性 是 我很喜歡你說 那裡沒有欄杆 是 他們是刻意不做這件事 還是政府本身是規定 你說你來這個safari的旅程 你就不要找欄杆爛著我 因為那些地方是他們的 是他們的 是動物的 是入侵了他們的地方 所以不應該有欄杆 對 大家要記住這個concept 那些地方是他們的 是動物們 不是我們 是的 我們刻意地佔罷了別人的地方 是的 我想如果你用這個concept 去想這個trip 那個要求會高一點 是的 要求高一點 那譬如你是不是真的希望 你見到很多動物 你平時沒什麼機會 這麼近距離見到 是的 很多動物 還有當初那幾天 就是很有興趣的 很興奮 很興奮的 見到什麼都好像很驚訝 那是見到很多的 還有不同的民眾 例如什麼動物 我很喜歡長頸鹿 大五 是的 強頸鹿 我們見到很多 大五 獅子 花豹 大象 西牛 和水牛 都很多 很多不同種類的鹿 小鹿 小鹿 還有什麼 斑馬 那些 我想知道距離有多遠 譬如 這裡就是一米 是的 近距離 但是也不可以觸摸 是的 也不會被你觸摸到 沒有可能 即是你不可以觸摸到 但是也可能是一兩米的距離 是的 也有距離 那些車都不可以太近 我想是三米左右 三米左右 是的 也叫近距離 但是你不可以觸摸到 也不可以觸摸到 也不可以觸摸到 譬如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每一天的行程是怎樣 我們早上大概八點多鐘 我們就出車了 即是在酒店吃完早餐 那八點多鐘就會開始出車 那出去Safari 那我們就會放在我們午餐裡去 那我街上我們放在午餐裡去 去到12點多鐘 我們就會在大草原裡吃午餐 我們批力地吃午餐 然後 然後 即是你在一些動物的家裡吃午餐 是的 那牠隨時走過來跟你 那些街都知道 都知道 牠如果太多 有動物的區域 還有危險 牠不會放你下地 牠都要保護你 保住你的安全 牠知道是哪些地方 可以放你下去 就算有時候我們都要 不需要解決一下的話 牠都會放你下地 但是牠都會環顧死周 安不安全才讓你下地 所以是安全的 所以你不會見到 牠在你旁邊 牠又疼你又疼 牠沒有的 沒有的 你不用指望 牠不會 所以牠會停 那個地方一定是安全的 牠才會放你下去吃午餐 是的 不過有時候 世事很難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短片裡 總是會見到一些遊客 就是興奮地飆在動物上 其實這些情況 多不多出現 有沒有曾經你見過 你的團友這樣做 沒有 大家都很為牠 對 你不會自己開車 落了地 我又沒有見過 叫你不要做的事 你盡量不要做 因為街上都不會見到 你摸一下牠 沒有 沒有這些事情不行了 你這麼遠距離 你摸不到 但譬如你尖叫 其實會不會影響動物 有 譬如有時候大病象很怕草陰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象群 都挺危險的 象群 有這麼多種動物來說 象是最危險的 象群裡面 那些車就關掉了引停 立刻停下來 叫我們不要太興奮 不要出聲 那就不要騷擾到牠 否則牠會過來襲擊你的車 推你的車 你也麻煩 就是要聽街上說 是的 因為我們在這裡 沒有什麼可能 聽到這兩個字 叫做象群 一隻大病象就一隻大病象 兩隻就兩隻 分口圓 象群一群是多少 牠們整個家庭很多 可能我都見過十幾隻 一起喝水 我又見過一些象 象打架 我問牠們是不是一個家庭 我當然告訴牠們不是一個家庭 我這樣 打架 真的 打架 你離遠見到嗎 離遠見到 我們打架 見到牠們這樣 嘩 打架 對 像打架 然後一隻就 打完之後 我看到一隻象好像 癱癱的樣子 真的有這種 每天 我想對於這一類型的旅程 比較零類一點 比較大開眼界 還有喜歡拍照的朋友 其實牠們都花了很多時間做這件事 是啊 很多長短鏡 嗯 嗯 嗯 其實去這些旅程 是不是攝影愛好者比較多 還是怎樣 都有 很多 很多長短鏡 你可以很近距離去拍攝 除了比較遠之外 就是那個費用方面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譬如 一個團 譬如以你的形式 全部都是中價的東西 嗯 不是太豪華 又不是太落後 是需要多少錢呢 還有機票方面是怎樣的 是啊 我們機票呢 我們搭荷蘭航空公司的 嗯 KLM的 就二千元左右 加幣二千元左右 是的 然後去Amsterdam Amsterdam 再轉進去 去到肯亞 是的 那邊 這一程國際線呢 就二千元左右 嗯 那我們就搭了兩程 那些小型的飛機仔 就是一些賭… 賭…賭… 賭…賭… 來的 嗯 內陸機我們搭了兩程 那些都是幾十元美金而已 不是很多 一百元以內的機仔 就是一個多小時的機仔 嗯 那主要那個團呢 其實 我們就是 都找得很經濟實惠 是 因為當初找這個團的時候 是 我看過 最低的消費 都好像九千元美金起 哇 但是我們 即是十七天 十七天 對 差不多 就是我們見到那個價錢是 九千元美金 是 但是這一類型的團 是否起碼都十七天以上的 還是可不可以選 我去十天就算了 可以的 可以的 你可以去四五天都可以 哦 那就是 是 看一看 因為你有時候看動物 你都要捕捉的 你不是說想看到 那天就看到 那你要一些時間去找他們 要去捕捉 要等他們 所以那裡就要浪費多些時間 是 那你就好像你要看動物大先生 你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 或者你能否調適到他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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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大千洗 可能就需要一些時間去 即是第三天看不到 可能第六天就 最好限 是啊 那些十七天 就是比較多人選擇的 如果你讓我再想 我可能會去少兩天 可能我覺得十五天都夠 哦 十五天這樣 我覺得都夠時間看 是啊 那都是講緣分 你說看動物大千洗 嗯 那你問我看不看到 動物大千洗是看到的 但是有些人覺得 他要看到他們過河 我們就看不到 是啊 很多時候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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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過河 過河我們就看不到 過河我們就看不到 在草原那些 過馬路 一摺著一隻 過馬路那些 我們是看到很多的 是啊 那些是多數什麼 什麼動物 他們好像不是說 種種動物都要大千洗的 好像主要都是斑馬 斑馬千洗 是啊 鱗羊和角馬 是啊 那他們千洗的日期 又是九月這樣 他們一個 cycle 就是好像 順時針方向 這樣去去去去 好像說他們的大千洗 好像都走到 二千五百公里 是啊 一個 cycle 這樣 去到這裡 為什麼他們有動物大千洗呢 就是因為那些動物 它主要都是要找水源 還有找食物 有時候他們如果那裡 是乾固了 沒有水源 那些食物可能又乾固了 吃光的話 他們就要移去另外一個地方 有水源的地方 才可以繼續生活下去 這樣就可以 就是一個循環式 這樣 所以就會有動物大千洗 沒錯 好 多謝你解釋得這麼清楚 給我 好 說回那個價錢 你先說完機票 謝謝 這個17天 那你要花多少錢 你剛才說 有些團要差不多 九千多元美金 那時候我們最初 九千多元美金 可能那些是比較豪華一點 是嗎 我們這個也很豪華 這個也很豪華 所以我們這個價錢 是很合理的 我們就用 先說 8加7 15天 在這個 carrier 和cassanier 15天 那裡就5400元美金 就已經連了什麼呢 連了我們的車 Safrari 那輛車 就陪了我們這麼多天 還有我們還升級了 因為我們知道 太多麗寧路 還有太多時間 在車上 那我們就花多一點點錢 就升級了 我們的Land Cruiser 哦 那大家就會舒服一點 是的 你也可以升級了 那又貴一點 是啊 那你每天那輛車 都是真的 不斷看來 對 對 一天大約這樣 要等幾個小時呢 其實我們每天都 起碼都五個小時 至十一個小時 出去玩 哦哦 那每天都要等 對 還有到處找動物 真的 就是環境他們在哪裏出現 沒錯 我們會到處去找 找一些水源 看看他們在哪裏出沒 這樣 那一天就是這樣 吃完早餐 又出去Fertz Fari 然後又午餐 然後又再看幾個小時 這樣就回酒店 是的 那就是 看動物就是主要的行程 其實你感不感覺到 在你這個旅程之中 譬如你和非洲人的相處 和他們的文化 你又 了不了解得到呢 嗯 其實呢 去非洲也是 因為他們始終那個國家 比較落後 比較狂運 嗯 所以就 治安就要很小心 哦 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些危險的地方 嗯 那譬如好像我們就 好像我們在旅遊區的話 在酒店就沒問題了 嗯 那他們都好些 安全也做得很好 是 但是你說譬如我們有時候 轉機之前 我們去到他們的市中心 啊 啊 啊 那些他們的首都那些 其實我們都不敢亂喝酒 嗯 就是不會說我出去逛街市 我們都不想 將我們 放在一些危險的地方 OK 因為我們看起來 始終都是遊客 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那就想說你 多小心都好 嗯 多少人都好 人家當地人 要包抄你 是 幾個夾你一個 你真是避無可避 沒錯 那我們就避免這些 嗯 這樣的問題 是 自己小心些先 是 就是很多時候 如果是 比較少去這些地方 你忘記了 喂 去那裏看看有什麼看 一起來 那人家 正如你想要 立刻包抄你 就可能 後果就比較差 是啊 因為都聽很多前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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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新聞 大概要知道 因為人家是落後的地方 是 那你就更加要小心 嗯 因為儘管你是跟那個團 那團 他都不可以24小時 包你的人身安全 都是你自己要決定 你自己下步去 是啊 是啊 就是不要那麼好奇 走去看看別人的東西 嗯 就是避免 避免 那個治安不好 是啊 沒錯 那去一個團 剛才你說的 住宿方面 都OK了 那 那吃東西方面 譬如在非洲方面 是有什麼特別的 吃東西呢 當然是吃 當地的飲食文化 當然有羊 扒 其實都是三大零的 其實都 還有很多選擇的 就是可能你一個dinner 都可能有三四款的 你選擇 你一定適合你吃的 那 那 都不差的 那其實非洲有什麼特別的特產呢 非洲主要是那些木黑 它有些木製品 木黑那些 那就比較大 大份一些 所以有時候做手術就不太適合 我們做手術 是 因為都挺淪盡 是 木黑那些 是 是 其實我自己回望 譬如我那時候去秘劉 我都參加了一個 是叫 National Geographic 那 其實它 我覺得有意思是 因為它部分的旅行團 是幫助當地的一些組織 是 讓他們脫貧 是 那其實 譬如你這次這個 是不是都有一點點意思 都有的 那麼我們這個街都會帶我們去 他們當地的文化部落 那裡 去參觀他們 叫做參觀他們 就是了解他們的文化 那又做少少導致給他們 幫他們買些小食物 是 小食物 幫他們的村落 我們都會有這些 是 還有 我又提一提 去非洲 就很多小費要給的 哦 是的 那可能平均 我這個旅程 我想我大大說 如果只是給小費 可能都要給了 300至500元 只是給小費 就是要大家預算 是的 是要預算這個 還有可能當地都是很靠這些去衛生 所以你就不要介意去給這些消費 是的 那你主要是帶些美金去 那就可以了 帶美金 所以我們跟街上授了少少的當地的錢 當地的錢 當地的錢 那如果美金都可以的 譬如你買些雪條就當地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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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他們真的很希望多些遊客 可以去到 令到他們的生活 可以改善 是 所以 如果在 計劃一個叫做 去非洲看這個動物站 大千洗 剛才包包說過 那個旅程 如果加上一個 中級的旅行團 旅費加起來 都是我想要 六七千元 是嗎 呃 你預 我們好像 美金 美金 我們現在這樣加起來 用了 我想九千元 九千元 左右 連機票就行了 連機票 當地這樣 是 那好了 到最後呢 我也想問一下 去完一個比較 叫做 bucket list 希望一定有生之年要去 去完之後有什麼感受 我覺得呢 非洲政府 可以做多些東西 再做多些 再做多些 例如呢 還有很有 提升那個 那個 那個 機會 我覺得他們可以 譬如可以做到 旅遊普及化 嗯 因為現在始終去非洲 是比較奢侈一點的 嗯 也比較高消費一點 是 但是如果他們可以做多些基建 嗯 可以令到各個 人人都可以去非洲旅行的 嗯 那就可以帶來 當地的工作機會 就有機會 嗯 那些人有工作 那那個國家就自然附屬一些 是 那現在來說 譬如我都很 見到當地人 很多時候都是 沒有事情做的 就是好像 沒有工作 社會方面 很多事情都要配合 是啊 是啊 不過我也有人這樣說 就是希望 那些 旅遊點 不要變得太商業化 之前我就先去 他變得太商業化 可能你又不喜歡 會不會 是 他都 還可以多一點 又不是泰國 就好像我們的 酒店 他都沒有圍欄 又是省日 不想做 太商業化 沒錯 雖然 那我覺得 可以做多一點 因為都要 多地人都要生活 沒錯 沒錯 那變成好 國家 都好像 那些人都提供不到 就業機會給他們 那國家 就會比較窮 是 不過我覺得一個旅遊 很多時候去完之後 你要領略到一些經驗 是很難能可跪 沒有辦法在一些 只是互聯網 或者是 一些書籍那裏 要你自己親身的感受 所以我今天很幸運 你很多感受 告訴我 又可以透過 加拿大中文電話 都告訴我 聽眾聽 那看一下 有沒有朋友 都有興趣 去啤酒看 好 once in a lifetime 是啊 都一定要去 真的好 趁現在自己還可以走 去多些地方 就是還有那份 旅遊的一種熱情 真的要快點做 是啊 OK 好 多謝爸爸的時間 OK 明天同樣時間 在一家人座 跟大家聊天 拜拜